五東方日報 名家北鎮 去槓桿風險無限 2015年7月10日產經 B03名家北鎮以獻用 這個星期政府接連推出多項利好政策 從這幾天中國股市形勢來看,政府有心活盤股市 重新確立股市信心,但投資者情緒並沒有恢復 股市結構沒有改變,股市風險沒有得到釋放 加上政府救市方式是否妥當的質疑 當前中國股市的形勢仍然是十分不明朗 後市可能會維持重磅股戶盤的弱勢震動格局 此外,希臘問題對全球市場可能帶來衝擊 中國股市信心更需要時間內恢復,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中國股市的槓桿融資風險沒完全釋放 是投資者情緒無法穩定的關鍵 場外配置讓股災就當前中國股市基本情況來看 儘管在監管部門嚴密監督下 沒有投資者再敢謀言做空 但股市去槓桿化的過程沒有結束 甚至於許多股市過高槓桿的風險還沒有暴露出來 或正在尋找機會隨時出逃 因爲股市暴漲完全是融資槓桿化為動力造成 這場融資槓桿化的主力 以前一向認為是兩融業務的增長 但實際上更多是來自風險更高 槓桿略更大的場外融資 再加上上市公司大股東的股權質撻融資 這些槓桿融資只要股市下跌時便會面臨巨大風險 從已有資料來看 護心兩地兩融業務如額從6月18日高峰期的2.1243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大幅回落至7月6日的1.7萬億元 自從內地股市允許兩融業務開展以來 這是第一次出現融資如額大幅減少 而且連降十一天之久 是造成早兩個星期股市下錯的重要因素 但是對於場外融資或場外配資 交易量有多少 風險是否得以釋放 無論是監管神還是市場都不清楚 金融創新搞出或中國這種場外配資 是者在互聯網搞出一種十分其特的所謂的金融創新 以4至5倍以上槓桿 以13%至20%的高利息向散戶者出炒股資金 根據中正監官方資訊 場外配資活動主要通過增序 Q.子Holmes系統 上海名創和和花信系統接入證券公司進行 估計三個系統接入客戶資產規模合計近五千億元 但實際數量是多少 監管部門也不清楚 比如,有券商分析認為 透過民間配資和山營信託入市的資金規模 保守估計約1萬億至1.5萬億元 其中,山營信託大約7千億至8千億元 互聯網P.E.P.等模式規模大約在1.7萬億至2億元 按照這估算,從場外者來炒股的資金上限可達3萬億元人民幣以上 遠高於場內兩融業務 不過,實際數量仍是未知數 因此場外融資去槓桿的風險有多大 同樣是不清楚 這也時投資者情緒無法穩定與恢復的關鍵所在 股市經過前幾個星期暴跌 這些高槓桿投資者處於極度恐慌中 當前股票平均下跌幅度在百分之三十 不少下跌幅度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假定一個投資者本金十萬元 融資剛剛四倍獲四十萬元入場 購買持有股票五十萬元 當股價下跌百分之五十 市值剩下二十五萬元 不僅本金十萬元完全虧損掉 還得負債十五萬元 即使未被強制平倉 這個投資者必處於極度恐慌中 所以 只要股市稍微反彈就會不斷賣出 是為何當前股市難以穩定的關鍵所在 如果周邊環境變壞及做空勢力有起 市場的風險會更高 股權質撻藏殺機政府救市之後 內地上市公司出現一股停牌大潮 到7月7日 已經停牌及準備停牌的上市公司達1400家以上 佔整個上市公司的比重超過百分之五十 這是股市出現以來小有的奇觀 為何這樣多的上市公司暫時退出市場停止交易 最大原因可能擔心再下跌而引發股權質撻融資比強制平倉 所以 如果股市價格再下跌 這些股權質撻融資同樣是一個較大風險 由此也可能引發股市再下跌 所以 在當前中國股市的槓桿融資風險沒有完全釋放出來之前 去槓桿化仍然是當前股市最大風險 在去槓桿化的過程中 即使政府出來救市 市場信心恢復仍然要時間 投資者也得有耐心 以獻融當代內地著名經濟學者 原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 07年前去職位 目前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工作 以錦然著稱,有房地產平民代言人的稱號 而是擁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學委 作者,伊憲蓉